歡迎收看每日早點新聞 美國《華爾加日報》7月2日發布所謂的獨家消息說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在1日的時候發布的報告顯示 衛星圖像發現古巴正是建設一個新的雷達站 可能能監聽附近的關塔 那摩灣美國海軍基地 從而幫助中國進行間諜活動 對於美國智庫的新說法 古巴副外長和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 亦予以搏斥 巴士電報評論員Anthony 跟我們講講詳細的情況 當地時間7月2日 《華爾加日報》借由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SIS的一份最新報告 作出所謂獨家報道稱 從太空拍攝的圖像顯示 古巴的電子竊聽站正在增加 並聲稱這些監聽站與中國有關 其中包括在距離美國關塔那摩灣海軍基地 約110公里的一個新建監聽站 該地點此前從未報道過 英國衛報、路透社等媒體說 CSIS這份報告主要是由華爾街日報援引報道的 該報告炒作說 上述新建雷達基地 是自2021年開始建設 位於古巴聖地牙哥市以東 但此前未見媒體報道 路透社就說 對於上述報告和報道 古巴外交部副部長德科西奧予以否認 德科西奧在社交媒體上就說 華爾街日報堅持發起 與古巴有關的恐嚇運動 在沒有引用可證實消息來源 或者證據的情況之下 他試圖用中國軍事基地的故事 來恐嚇公眾 這個基地是不存在 亦沒有人見過 包括美國駐古巴的大使館 對於上述消息 路透社就稱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表示 美國一再炒作中國 從古巴進行間諜和監視的說法 發言人劉鵬宇表示 這種說法純屬是誹謗 美國炒作中國在古巴監視美國 已經不是新鮮 就在去年 同樣是華爾街日報 在傳播類似的故事 去抹黑中國 2023年6月8日 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發所謂獨家的報道 聲稱中國與古巴 已經達成了秘密協議 將在他美國近160公里的 古巴基地 建設所謂監聽的設施 但這個消息很快就被白宮 以及古巴副外長德科西武闢謠 路透社就稱 就連美國政府也對相關的報道 持強烈懷疑的態度 當時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的 國際問題專家就認為 炒作所謂古巴監聽設施 反映出 美國始終將拉美地區 視為自身後院的霸權思維 相關虛假消息在此時發佈 很難不讓人認為 美國國內一些勢力 試圖利用各種方式 和藉口 阻止已經陷入緊張的中美關係 出現轉環 去年6月12日 中國外交部勵行記者會上 發言人有關 中國在古巴經營的所謂間諜中心 答記者問 發言人表示 短短兩天的時間 美國官方和媒體 在所謂中國在古巴修建間諜設施問題上 散佈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訊息 再次上演了一出 美國否定美國的鬧劇 發言人就說 我想說的就是 假的真不了 真的亦假不了 無論美國是怎樣造謠抹黑 都破壞不了 中古之間的真誠友誼 亦都掩蓋不了 美國對世界各國進行大規模 無差別竊聽竊物的斑斑劣跡 謝謝Anthony 正在哈薩克訪問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當地時間4日將會出席 在亞斯塔納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利事會會議 而俄羅斯總統普京也會出席峰會 俄羅斯總統國際事務助理 烏薩克夫就表示普京在峰會舉行前職 將會與習近平、土耳其總統、 埃爾多安等領導人舉行雙邊會晤 而峰會當日也會組織幾次簡短的雙邊接觸 特別是與伊朗代總統穆克貝爾接觸 正在哈薩克訪問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當地時間2日晚上 仍邀請與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共進晚餐 並且就中克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友好交流 托卡耶夫之前接受央視新聞專訪時高度評價 中國是為建設穩定世界作出切實貢獻 又說作為哈薩克總統 他的任務是確保哈中兩國有而基礎鞏固 而哈方對於與近年中國打造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性深信不疑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在星期一裁定特朗普在被控試圖推翻 2020年大選結果一案當中 如果涉及公職行為 將會可以享有某種程度的豁免權 免被刑事起訴 他的律師團隊隨即去信 暗口廢案的法官 指檢察官的某些起訴事項 牽涉到特朗普執政期間 認為從最高法院的最新裁決體來 檢察官不能夠援引總統的公職行為作為起訴的理由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就表示 美國將會很快宣布向烏克蘭提供 超過23億美元的新安全援助 奧斯汀在當地星期二在五角大樓 與烏克蘭國防部長 烏梅洛夫會面 奧斯汀說 為烏克蘭提供的最新武器計劃 將會包括反坦克武器 和防空攔截器等 並且將會允許加速採購國家先進 地對空導彈系統 和愛國者防空攔截系統 奧斯汀也對於烏克蘭最終加入北約的願望表示認可 在港道下星期 在華盛頓舉行的北約峰會時 他說美國將會採取措施 為烏克蘭加入北約建造橋樑 但是並沒有詳細說明 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 今年4月 俄羅斯偵查委員會公布 伊曼洛夫因涉嫌受賄被拘留 而伊曼洛夫在2016年5月 被任命為俄國防部副部長 負責武裝部隊財產管理 部隊駐紮、住房和醫療支持等工作 回來看看本港新聞 35家顛覆案當中14位被告經過審訊後被裁定 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 另外31人認罪 一共45人罪成 法庭在7月3日續聽取第二批被告求情 而其中5人包括袁家衛、梁仿惠、徐梓健 鄭達鴻、楊雪瑩在星期二已經完成陳詞 今猶如下的彭卓奇代表律師陳詞 代表彭求情的大律師指 彭投機隨後為服務香港 而在被捕後受僱於香港基本法基金會 反映他一直維護國家安全 但是法官質疑彭為何不認罪 以及是否投機外國者指彭先是推廣青年 去到大灣區創業 但是又用極端的言論攻擊國家 認為改變取態者為了減刑 而在星期五、五日的時候 將會由第三批被告包括黃之鋒等人求情 預計需時兩日 而代表被告彭出奇的大律師劉敏儀陳詞的時候指 彭在案發時對於《國安法》無知 因為《國安法》屬於暫新的法律 在立法之前沒有諮詢 但仲沒有時間理解和適應 有別於一般的法律 但是法官陳慶偉就指 《國安法》由人大常委會通過 當然是非一般的法律 而陸就指彭投機取巧為服務香港 雖免陳詞也指彭是機會主義者 只是為了把握機會 服務國家和香港 但是法官陳仲恒就質疑早前裁決的時候 形容彭投機取巧並不是這個意思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 啟德體育園預計在明年第一季開始試運 在園區舉行體育賽事和各類的表演活動等 試運期間將會盡量將多些的活動 在啟德體育園舉行 透過各種的形式測試 來瞭解園區的運作 承載力 管理 人流疏度和周邊環境的影響等等 而啟德體育園預計在明年上半年正式啟用 楊潤雄在接受多份的報章訪問事件事 現時建設進度能好 一切都是按照時間表去到舉行 而目前是能夠準時完成所有的工程 最大的場館大致會在今年年底完成 希望未來幾個月 不會有太多極端天氣影響工程進度 每日焦點新聞講到這裡